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云林麦辽街头上月传出当街居杀命案,绰号狼哥的52岁台西富商丁定吉,遭一名埋伏男子贴近后连开三枪,其中一枪直接对准丁南头部近距离行刑事枪击,丁南送医不治。 警方专案小组陆续逮捕六名涉案人士和疑似幕后住先,前天,12日,逮捕逃逸27天的男性枪手,检方昨天,13日,对枪手生压或准。 6月15日晚间6点45分,狼哥在麦辽湘明德街拜乐超商附近的巷子,遭到一名男子以行刑事轰爆头。 警方初不了解,丁南在沿海地区经营俗俗卖五金百货多年,财力雄厚,也跨足残业,最近还跨足杀石业及营造业,不排除是因杀石利益或房地开发等方面引发纠纷,招致杀鸡。 警方专案小组调查发现,枪手疑似在台南、高雄等地出现,12日警方锁定枪手杭宗,贺枪实弹将凶贤逮捕归案,检方13日已经向法官生请鸡押或准。